大S和小S最开始,是以组合的身份共同出道,不仅两个人的事业已经分开,但不变得姐妹情深,无论娱乐圈有再多的风浪,两个人依然互相鼓励支持,最新一期的幸福三重奏当中,小S在大S家做客一天后也要离开, 但小S离开前的行为却暴露姐妹关系,小S的性格和大S截然相反,小S属于性格外向,但心思细腻型,她的到来让节目充满了欢乐,比如在去陈建斌家的时候,小S就和陈建斌一起讨论自己的影视作品,还有些厚脸皮,在想让陈建斌找自己拍戏而做客服原爱家的时候,小S直接让服原爱给自己做饭,就像是回到了自己家一般, 但正是因为她的真实不作错,让节目氛围变得欢乐,在大S家做客一天后,小S因为工作原因是时候要离开了,而离开那天的早晨外面下着稀稀利利的小雨,再加上拍摄地点是在郊外的山区,气温非常的低,大S睡到上午十点半,这时她才发觉时间有点晚,没来得及化妆,就来到了客厅寻找小S, 小S却已偷偷离开,并给大S留下了一张纸条,纸条上写着这样一番调皮的话,你们两个死,没人信的,竟然还在睡觉,然后表示自己偷,走了大S一件外套,毕竟外面在下雨温度非常的低,小S来做客的时候没戴什么厚衣服,只能把姐姐的衣服穿走,随后小S并未吵醒熟睡中的大S渴望小飞,偷偷地离开,没有制造出任何声音, 小S临走前的行为暴露姐妹关系,好姐妹之间的情谊无需多演,甚至连多余的客套都不用,一张纸条便能说明一切,大S看后也是欣慰一笑,忍不住笑骂,两句小S,但语气中却是满满的温暖,小野知道大S身体虚弱,想要姐姐好好休息,姐妹二人互相体调。